十下夯取Energy的16吨 近期掀起挑战热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周日出席台南浮沉的 扫草关怀协会成立大会 也应要求挑战16吨 只是还没开始就先落彩 可以看见柯文哲双手扶着 膝盖缓缓地蹲下再站起来 看起来好像有点吃力 对比旁边的主持人 这16吨似乎自动降成了0.5倍速 但为了小草们 还是得硬着头皮蹲下去 蹲完还好吗 柯文哲回答还可以 但手还得扶着腰 讲话还得喘一喘 只是柯文哲爱唱歌 爱跳舞遭就不稀奇 过去到返华连时 就曾与当地原住民大跳民族舞蹈 这回跟上热潮 看来选后也没闲着 另一边新竹市长高鸿安也很忙 出席新竹吉祥物亮相活动 与副市长邱成员 戴上白手套化身黑直式 台上跳起超夯洗脑歌 晚安大嫂姐 相比柯文哲的舞蹈实力 高鸿安似乎更游刃有余 不过既AI宣承芒果冰照惹争议 这次的魔性舞蹈也要跟上潮流话题 只是不知道市民们买不买单 米时新闻综合报导 米时新闻综合报导 下注写是保护它 高鸿安似与比较 如果我们可以起床